中文运动员霍雷塔斯 马龙和他今年都长青术 长青不了 还没有站住 就已经有人冲击你了 这就是中国乒乓球的特点 好 现在比赛开始 马龙发球 漂亮 逆旋转 高了 在这个11分里边 你揭发球 如果两个球不太好打了 如果两个明显的揭发球失误 这个就不好打 也毕竟分手 够了机会 看起来像短球 但是又出台了 这样的就 对方一旦上手就比较困难 你跟不上的话 你这个球很难打 你相遇 也是打的 还是给张继克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 这样第一季的 这两个队员 今年都是27岁 那作为弗雷塔斯来说 刚才这个发球 发的也非常好 就是偷这条直线 这也是左手发球 比较致命的一个线路 大家看 就是这个突然发直线 这个改成 逆旋转 发球 技术大 但是相对来说慢 所以乒乓球呢 更注重 要求的是你 必须要快 零 针对对方的状态 来不能采取变化 中国人呢 对他来讲 现在相持起来以后 和马龙在基本技术的稳定性 和这个相持能力上是明显出于劣势 在第一局的时候体现在呢 前三板还有点优势 现在呢也是 前三板的优势也没有了 那么后面的几板呢 仍然还出于劣势 所以作为这个菲雷塔斯来讲 要想能够取胜 就必须得玩点鞋的 给这个北京北线 将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各种庆祝活动 开局稍微一不留神 5比0 那后头球就很难打了 所以他要求这个 要求运动员 这个调整能力要非常前进入状态 你看在这里 那么现在 弗雷塔斯呢可能只有五板 那这样的明显的弱 优势就在这 就是马龙和什么人练 都是一流的 差多了 所以像乒乓球这样的运动 和田径还不太一样 有的是你很难 没有好的对手 这么高的收入 靠的是 其实在很大程度 是观众支持的结果 踩边了 但是他由于手感 和对球的理解 好 所以他也同样 这一盘比赛的赛点了 盘点 4比10 吃发球了 高调 好漂亮 这个球弗雷塔斯在最后时刻 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 就是反手的一个反辣 这是欧洲运动员的一个特点 一般我们亚洲运动员 好像反手没做 这跟他们用餐刀有关系 成百上千年 用这个参刀 这样就抓 他其实都是有一种内在的遗传信息 而我们往往是用筷子 所以我们纸板呢 看到欧洲人拿纸板的时候 你总看着别扭 跟这个都有关系 漂亮 所以马龙这个反手啊 这个放松 突然的一紧张 而且这个 以走关节围轴的这种杠杆的 欧亚的这个乒乓球对抗赛中 在第一回合里边 目前呢 在第三个亚洲队是以2比1战时领先 因为在前面 庄志渊 已经3比1战胜了德国的斯特格 但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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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